咖标真 每年的双11之后 肯定有不少喜欢咖啡的小伙伴有入手咖啡机 有的小伙伴有入门的一两千块钱的 有高端一点的三五千的 甚至上万的 我相信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咖啡机 以前从来没有用到过的情况下 在最开始操作咖啡机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今天我就总结了一些刚上手咖啡机的打奶泡的技巧 希望能够帮助到刚买咖啡机的小伙伴们 OK 打奶泡 我们会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我们会讲不同的蒸汽棒以及孔术怎么样操作打发奶泡 另外一部分我们会进阶一点 教怎么样打出来软硬质感不同的奶泡 首先我们来先说一下这种入门级别的咖啡机 它的外面是桶状的蒸汽棒 这种蒸汽打发奶泡的时候 我们人为能够调整的因素比较少 所以说就直接用简单粗暴的方法 我们先把拉花缸里边放冰牛奶 直接把蒸汽没入到牛奶的中间层 然后也不用管你用的什么角度或者是进气之类的 就等到牛奶的页面慢慢的升高 温度上来了之后把蒸汽关掉 最后牛奶上面粗粗的厚厚的奶泡直接刮掉 留在下面的奶泡就是稍微细一点的奶泡 做奶咖的口感也还是可以的 另外接下来的机器是定位上面再稍微高一点点的 通常它们是金属的蒸汽棒 单管的蒸汽由于它的蒸汽的压力比较低 所以说它的蒸汽的力度也会比较柔 打发的速度效率就会慢一些 通常打发200-300毫升的牛奶到60度左右需要用到30秒 那么我就建议小伙伴们最好使用一个小号的拉花钢 就是350毫升的 在打发的时候效果比较好 我们把打奶泡分成几个步骤 第一步先发泡 单管的蒸汽在发泡的开始 要先把蒸汽孔露出来 挨着牛奶的页面 先把表层打出来一部分气泡 第二步制造漩涡 把拉花钢找一个合适的角度 把刚才打发出来的泡泡旋转起来 这样就能把大的奶泡越转越小 越转越绵 直到最后你看不到这些大的奶泡再结束 这种方法打出来的奶泡 它的奶泡表面就比较的光滑 用之前先放一下蒸汽 然后呢我们先放在这个表层 先让它有凸凸凸的有气泡出来 你看外边有了很多的这种小的气泡 这个时候呢它是没有旋转的 等到气泡呢发的差不多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找一个倾斜的角度让它产生漩涡 你会发现它现在已经慢慢的开始旋转起来了 转起来的同时呢 它的大的奶泡会越转越小 越转越小 直到最后呢 全都变成小的泡泡 OK 这么一缸奶泡其实就打好了 打好了之后呢 把它这个蒸汽立马的给它清洗一下 可以看一下它表面的这种质感 那接下来是四孔的蒸汽棒 那四孔的蒸汽棒呢 通常是再高端一点的咖啡机 那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方式不太一样 因为四孔的蒸汽力度和强度都非常大 所以说呢 它就不能像单孔那样的次序来打发奶泡 因为孔多一开始进气呢 就控制不好 就会有太多太多的大泡泡 那后边呢就没办法处理 所以说呢 第一步我们要先制造漩涡旋转 那让牛奶在拉花缸里边旋转起来之后 注意漩涡最好呢在奶缸中间的位置 那紧接着第二步同时开始发泡 那发泡的声音也很容易的能够识别出来 所以说四孔的发泡和旋转啊 它可以是同时进行的 那等到温度到了60度之后 我们就可以停止 就说它可以先不用进气 先让它产生漩涡旋转起来 转起来的同时呢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它的旋转和进气 几乎是同时的 这么一缸奶泡呢打出来大概就是十几秒左右 你可以看它打出来的这个质感也是非常绵密的 因为四孔的蒸汽棒呢它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说呢它对于新手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好掌控 这里我有个小技巧分享给新手的小伙伴 如果你真的hold不住四孔的蒸汽 那么我建议你用牙签堵住对称的两个孔 再去打发奶泡的时候呢就会轻松很多 它的流动性会很高 你们可以看页面的时候它就是滑滑的 像这种的奶泡呢它融合到咖啡里边了之后呢 它的口感会非常的丝滑 那小伙伴们可以跟着这种方式和步骤 每天练习个几杯啊 几个月后我估计你就能打出来一杯不错的奶泡了 那接下来呢是进阶一点的技巧 既然能够打出来不错的奶泡了 那么我想打出来不同质感的奶泡 比如硬一点的或者是软一点的奶泡怎么操作 那硬一点的奶泡呢其实它更容易塑形 就比如拿单孔的蒸汽来操作 如果想要硬一点的奶泡 那我在操作的时候就要在发泡的阶段 那进气量多一些 在接下来旋转打棉的阶段呢时间短一点 那这样的话呢奶泡的绵密度就会低一些 打发出来的奶泡就会硬硬的 比较适合塑形 那或者呢是用勺子挖着来吃 前期一直进气 这个时候你看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奶泡出来了 好 然后呢这个时候倾斜一下奶缸让它旋转 温度到了之后关掉 那这个时候呢打出来的奶泡它的质感就会很硬 像这个硬的奶泡呢它的塑形会更好 你看它是可以堆起来的 所以说呢它是可以挖着吃的 来一个 然后这个呢就是刚才打的软的 整体它的流动性会更高 这个是硬的 如果你要是想打发出来高流动性的 软软绵绵的奶泡 那就刚好操作步骤相反 那在发泡的阶段呢 你进气量就要少一些 那尽可能呢再产生漩涡旋转的时间呢长一些 那么呢这一杯奶泡的质地啊 它就非常非常的软 那这种奶泡啊 跟咖啡结合了之后就喝起来非常的丝滑 那其实啊本来想再讲讲浓缩咖啡的部分呢 因为肯定有不少买了咖啡机的要搬 咖啡的萃取部分也是脆不好的 那所以说啊下期的视频啊 我会再讲一讲不同的咖啡机 怎么样来萃取浓缩咖啡 那最后啊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教堂的视频 务必要点赞收藏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